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AirTag弄丢 而且找不回来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今年5月15号我发了一部AirTag的开箱影片 在那个时候我跟苹果爹一起买了四个 然后我拿了两个AirTag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装在我钥匙上面的这个AirTag 另外一个就是装在这个钱包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到了8月22号 我突然发现我装在钱包上面的AirTag不见了 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看它在哪里 然后发现它掉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地图上面 它就是掉在这个奇怪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到底什么时候去过这个地方 才想起来就是我8月8号父亲姐的时候 好像有去那附近吃饭 那唯一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掉的 不过蛮神奇就是我的钱包竟然还在 所以就只有AirTag就是不小心弄掉而已 所以就是有可能我当初在固定AirTag 所以我没有固定好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把它固定在我的拉链的这个上面 总而言之呢会掉在这个位置真的非常的奇怪 因为如果我真的有路过然后掉的话 顶对只是散步而已 也没有说什么在嬉闹奔跑啊 什么拉扯之类的也没有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可以看到地图上面 它在回传位置哦 大家看到这个24分钟前 就是它有回传它的位置 但如果大家不知道AirTag它运作的方式的话呢 它会用匿名的方式透过路人的iPhone回传它的位置 直到这个AirTag它没电为止 所以我就可以一直在地图上面看到它在哪里 还要几分钟之前更新 那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会想说我怎么没有去找它呢 我有去找它 就在22号我发现它不见之后呢 在25号我终于决定要去找它了 然后我就走到地图上面一模一样的地方 而且它是在警察局对面哦 我就在这边晃了老半天 然后那是一个述从 而且我的位置已经精确到说我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我跟那个东西是在一起的 可是我的播放声音按不下去 就这边有一个播放声音按键对不对 如果你够靠近它的话 它才有办法发出声音 所以我想到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在地底下 然后我就东看西看原来那边有一个地下停车场 所以我就跑下去 然后按照地图上面的位置呢 那个停车场我只能走到死路 可是大家应该都跟我想的一样吧 就是一个掉在路上的东西怎么会平白无故 跑到地下停车场那边呢 所以我觉得它最后有可能是掉在水沟里面之类的 所以最后我只能放弃咯 然后直到今天我还是在地图上面 可以看得到它的位置 但是我找不到它这样子 所以到这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Errite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垂直高度 你今天如果不小心把东西丢在101的话 它没有办法显示它在第几层 所以如果你101每一层都去过 然后你东西掉在那边的话呢 你是找不回来的 另外呢我们还要讲到Errite它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大的缺点 就是它没有办法防小偷 你东西弄丢也许它还找得回来 但是今天如果它被人捡走的话呢 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今天Errite如果它不是跟着主人 而是跟着其他人陌生人的话呢 它过了几天就会告知那个人说它身上有Errite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东西被偷走的话 它是会自己告诉小偷的哦 或者是你在寻找过程有可能打草惊蛇 例如说你今天沿着地图终于找到这个东西 结果你一播放声音小偷马上就知道了 不过呢目前我用到最满意的 就是在钥匙上面的这个Errite 因为有的时候钥匙就是会乱丢嘛 然后它又那么小一个 所以有的时候我要出门的时候 就会用手机播放声音 然后就可以很快找到我的钥匙 我又突然想到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它快要没电了耶 就是我才用半年 我钥匙上面的这个Errite它已经快要没电了 它之前有跳出一个通知说 应该要赶快帮它更换电池 但是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换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错误讯息还是怎样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今天想要买Errite送给别人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用的话呢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使用它之后呢 可能效果不会如你的预期 当然这是一个买保险的一个过程啦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什么使用Errite的心得 想要讲出来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